多倫多市長張德里回顧即將過去的2021年 表示雖然仍有困難 但明天一定會更好 文進報導 莊德里接受環球新聞Global News訪問的時候 首先為全市打氣 希望大家保持希望繼續前進 在講到疫情的時候 莊德里強調疫苗接種仍是抗疫的關鍵 並表示市府一直與衛生當局緊密合作 莊德里更特別呼籲市民 就近滿足自己的日常購物需求 光顧本地的企業 另外 他亦為今年夏天 市府與警方 驅逐市區公園露營者辯護 還提到自己是羅渣士家族 董事會內鬥之中的立場 莊德里並沒有提到 是否有意參選下屆市長